的意義 就是台灣地位不正常 不正常 所以我們想要把它正常化 台灣國際地位怎麼不正常化 我們可以從很多的 現象可以查之 像說 中華民國的國旗 每次在國際的運動賽事 奧運 每次參加的時候 我們這國旗就 被它改變了 其實我們 小時候讀書的時候有跟我們講 國旗代表國家 國歌 國旗 這些都是國家主權的象徵 我們只要參加一個國際的奧運會 竟然把我們國家的國旗主權 表徵把它換掉了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沒有經過我們同意 對吧 沒有經過我們台灣人民的同意 當然現在我們 你們民事長講過嘛 其實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中國有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都是中國 我們要把它分開 我們來講法理 我們就是要正常 就是一定要腦中 有這個思維就是說 我們跟它是不同掛的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以國家的立場 來思考一些問題 我們的國際地位 才會 才浮現出來 不會被人家蒙蔽了 所以說我上這堂 議長的課 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先說齁 我們在 2006年的時候 10月24 就開始有一群人 去告了一個 做了一件事 告美國的政府 美國政府很奇怪 它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它號稱 我們認為都是號稱 我們假設 其實它確實是 但是很奇怪 每次台灣說要公投 要獨立 要行憲 他們都反對我們 對不對 都說台灣 不是國家 台灣不可以獨立 台灣不可以公投 台灣好像是 就是說好像是沒有人權 明明是自由民主的國家 卻阻礙我們台灣這地區人民 邁向民主的自由的道路 這很違背 所以 說什麼自由 什麼是人類 普世的價值 很怪齁 就有一群人 找了228人去告了美國 在2000年的時候告到美國 告說 台灣人民的人權 是在何處 告美國說 台灣人民權 到底 到底 美國的看法是怎麼樣 然後就 就開始 就開始 漫長地霸入 漫入台灣正常化這個道路 有這個開頭以後 我們慢慢的才會 有很多後續的事情 然後現在你們 最後就是你們 也是坐在這邊在聽講課 我們就是要國際正常化 美國人承認 說台灣人沒有國籍 告德有沒有說 台灣人沒有世界 界上承認的政府 沒有國籍沒有政府 然後還有什麼 承認他們軍事占領中 還有一些 像說他們主動 主共幫助我們 我們原告德訴求 我們還是 生在政治的領域中 這些的結果 其實你們來這邊 最主要我是覺得說 你們應該買一本 《新台灣論》回去看 《新台灣論》後面有賣 當然不是說 《新台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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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寫所有的 台灣的很多你們心中 疑問的還是 以前沒有想過的事情 你會得到一個答案 有個解答 如果書不好讀 尤其是前面那幾段 你大概兩三百億 中間開始 再讀才會讀得比較快 比較有興趣 讀書一樣 現在讀書一般的我們 喜歡讀書人都會知道說 一般的課本都要先看序 還有看它的 那個目錄 index那個索引 看一下 你要讀哪一篇 讀一篇看看 你看 在《新台灣論》裡面說 台灣的地位是怎麼樣 它的國際人士 國家社會裡面怎麼看 國際的人權組織怎麼看待台灣 那邊都會有寫 台灣真正的地位是什麼 都會寫 我們來這邊上課以後來出 其實是想說 出了國際電話 就是要去我們的什麼 台灣當局 給我們種下很多的讀書 像我也是 很多人也是 今天很多年輕人來 不錯 因為有的人就出生在中華民國 到現在為止還是 從小我們都受到他的讀書 他的扭曲 把他的思考 一些不太正確的價值 硬是植在我們的身上 像說我們要做一個堂堂正的中國人 做個整整齊齊的好學生 那 做個堂堂正的中國人 難道除了做中國人以外 其他都不是堂堂正正 都應該是唯唯說說 不是啊 也有人喜歡做美國人 他們就是用教育 用餘育 還是用植入 潛意識法的植入 我們今天就來去除這些讀書 我們今天就來去除這些讀書 好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講 台灣的近代主權的變化 我們 我沒有生意 我們台灣的主權 我們認為說都是中華民國 其實那是錯的 錯的 我剛剛講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不是中國人 請記得 我們一直不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沒有台灣的主權 這講得最白了 主權 台灣主權最明顯的象徵是在 在1985年發生了那個 江湖戰爭 然後滿清 滿清的頭 他的皇帝 跟日本天皇的 他們簽訂了一個條約 叫做 下關條約 馬關條約 中國人是講馬關條約 日本人是講下關條約 他們之間發生了戰爭 然後結束戰爭的狀態 然後寫了一個和解書 就是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他就講說 要把台灣割讓給 日本天皇 不是割讓給日本皇 日本的 日本國家 在一個 在一個那個 帝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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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國家 國家主權是皇帝的 並不是人民 我們比較少知道這個事情 像好像英國的女王 還是英國的喬治王 把一些封地人民 封給他的什麼什麼 什麼爵士有沒有 封給誰 封給誰 他不是把這個土地 封給他而已 還有土地上的人民 那土地是誰的 他竟然 皇帝給他封 封建時代嘛 封給這個人 這個諸侯 還是這個伯爵 還是這個 這個親王 中國是說親王 還是什麼 什麼平洋王 什麼王 他的兄弟姐妹 去做這個地方的王 表示說 他有這個東西 然後送給他這個東西 所以他 皇帝有 用這個土地 然後封給某某人 那某某人就 就有這個奉路 就有這個人民 這個土地 管理他 治理他 有這塊土地的財產 所以在帝國 帝制國家 國家 的人民 土地 都是皇帝的 同樣的 他們簽了合約以後 是皇帝擁有 是皇帝擁有 不是國家 也不是政府 政府是 民主的國家 他們才 有人民 有無地主的狀態 還是說 有原來的母國 然後脫離出來 有那個分離條款 脫離出來以後 然後自己建立國家 由這一群的人民 然後 組織一個政府 那個就是總統 還是內閣制什麼什麼 那個就出來了 日本的話 以我們台灣講 就要講這一方面 就是 當初就是 清帝國 把這個台灣 主權給了 日本皇帝 然後日本皇帝 那時候就請 總督 跑來治理台灣 一開始的時候 台灣 並不是很完整 因為台灣的西半部是屯梗區而已 清帝國來管台灣的時候 他並不是管所有的台灣 他是只管台灣的西海岸 中央山脈跟東海岸 沒得管 因為那邊的地理巡視很 不好遇過 而且有什麼 有我們的高燒族 我們侵入了他的領地 他們飆漢 會把它咔嚓 會給它出草 所以一般的漢人 來到台灣以後 他都是在西海岸 不會到東海岸來 中央山脈附近 然後日本人有台灣以後 然後就一開始就 治理台灣 主權給了日本天王以後 又發生有可能 有一個變化就是說 日本政府在舊基金三合約 放棄了管轄權 因為這句話就是說 日本政府並不是日本天王 我們看舊基金三合約的原文的話 你看他是 他是其實講片 不是皇帝 是日本 放棄 就好像說 有一塊 有一塊 有一塊地 要租給 要租給 廖天町好了 廖天町來租土地 我租給他 給他簽十年 這廖天町當然這十年成立以後 契約成立以後 這塊土地就不是 不是我管的了 是我的 但是不是我的 我管的 這塊土地主權是我的 但是我把他的管轄權契約 寫上去說做一十年 這個人對方廖天町他要 他要 他要去吃魚 或是說去做山羊 我們是 這所以說 我們一的話 沒有辦法 三下 東方人比較少有這些的概念 因為這是國際法的概念 比較少 所以要講 讓我們大家都了解 所以說 在裡面是說 日本政府放棄管轄權 主權 他並沒有講 他並沒有講 也沒有說要處罰 日本陪多 日本的天王放棄台灣 也沒有 那 嗯 好 以究竟這樣合約來講的話 第二條 第二條的B是放棄管轄權 這是第二十三條 他說美國軍政與台灣 有講說 台灣的主要的 佔領結果是美國 因為第二條的B是說放棄台灣 但是說 沒有說台灣要給誰管 像第二條的A就是說 韓國 韓國承認 承認韓國的獨立 有寫 因為韓國的主權是韓國 以前有 朝鮮王 以前有財政王 所以他有主權 在一個人的身上 然後他管轄權是日本天皇 因為當初的 日昭的戰爭 然後有寫一個 並和條款 朝鮮王把 那個韓國 的主權的 那個管轄權 給了 日本天皇 讓他管理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戰爭之前 那十九世紀 十二十九 二十四世紀初的時候 韓國 也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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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日本人管 後來就是在究竟上有寫說 第二條A就是說承認朝鮮獨立 然後朝鮮就就建立自己的國家 講回來 因為台灣主要佔領全國是美國 台灣沒有誰說放棄管轄群給誰都沒寫 那時候什麼都沒寫說 仍然是主權還是日本天皇的 但是管轄人是誰的 沒有寫啊 弄到最後只有美國禁止佔領中 所以這就主要是主要佔領全國 管理台灣 其實美國人也是很厲害 有點賊 他沒有說給誰 主要是日本跟美國打 主要也是美國打敗日本 所以他有權利 說他佔領這個地方 不要讓這個地方獨立或者是回歸日本 他就寫一個隔空割讓 suspen把台灣的主權 把它去除以後 但是不說要給誰 永遠就坐那邊 那時候 全國大人的嘛 他打贏嘛 他是主要佔領全國嘛 其實台灣還是讓他管轄啦 他就是軍事管理中了 所以美國人只講我們說 台灣不可以獨立嘛 台灣不可以公投嘛 不可以自協嘛 這個就是這個答案嘛 也就是美國的 美國的管理嘛 因為他當初打美國 打日本 琉球啦 打台灣轟炸啦 都要花錢嘛 我打贏的地方 你至少要 那像說我請給你撞到 你給我豁改 簽合約書裡面要寫 你要不要多少嘛 我給他承你什麼 承你什麼 還是你拿什麼錢來給我買嘛 就是至少你要 就要 像琉球是緩緩模式 琉球有一個緩緩 琉球緩緩嘛 就有下一個 琉球緩緩規定 然後 好像賠了 我想看看 好像是賠3萬2千萬的美元 在1970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錢很 錢得很多 那台灣的話呢 台灣就從來沒有 說結束佔領 因為琉球結束佔領的時候 美國總統 有宣告 台灣從來沒有說 宣告說他 他讓台灣自由 結束佔領 所以他說 他就請 委託代理中華民國 叫委託代理 委託代理就是 就是會用一個法令 就是台灣關係法 由台灣治理當局 管台灣 今天 中華民國 其實不是中華民國 其實中華民國 已經消失了 中華民國 已經消失了 在群職上面 沒人理會中華民國這個名字 就好像是前朝的餘孽 對那個中國人來講 我比喻啦 他說是清朝的人 把明朝打敗了 把明朝打敗了 全市都承認清帝國有中國 可是有一群人跑到別的地方 要反親負民 像鄭總公那一類的 他們說他們是正統 他們說我們明朝還在 這樣很像我們現在的中華民國 我們有36省 我們還是要怎樣怎樣 我們要反攻大陸有沒有 其實他們是我們住在這裡的人 流亡在這邊的中華民國的人民 就是我們俗語講的多姓的 其實他們是前朝的餘孽 說得比較明確 你聽你就聽我的意思了 他們的法理力就是這樣 他們的法理力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難民 不是我們講的農民農民 不是他們是政治難民 實質上是難民 他們是不是流亡政府 嚴格來講 一般是認為說是流亡政府 但是以國際的對地來講 黑心營王國的時候 王國的時候是中榮是誰 是李中仁 並不是蔣介石 蔣介石那時候剛下雨 沒有多久 然後大陸的 中國大陸的那個政權就交替了 如果說他們是流亡政府的話 應該是由他們的頭頭李中仁 然後他們是從香港 逃到香港 然後轉轉到去美國 其實中華民國其實真的是亡了 其實也沒有流亡政府 只是因為說我們都被洗腦 所以現在的負財 Committee 是很像老蔣講說他 他戶行事事 什麼叫戶行事事 沒有 沒有聽過 什麼叫戶行事事 沒有聽過什麼叫戶行事事 拳頭有武力 說了就算 一講就是 他戶行事事 大家親我了 回來當總統 他就當總統 很奇怪 其實認證的背景它就是台灣治理當局的局長 他是軍事總督 軍事佔領台灣的深圳的身份 他是軍事總督 他是總督 他是管理台灣的 所以老蔣 以阿偉細菁你看他的圖片 他說穿軍服有沒有 他的穿軍服 他有簽字 委託代委佔領台灣 委託他 ca- év 也是牽著那奈�� 的關係 就是代委债人的關係 其實台灣人不知道 說台灣傻傻的 被抗議 總統府抗議其實是錯誤的 如果我們去抗議的話 就跑去星 roads 不要講這個好了 抗議要找對人抗議 我只能這麼講 像如果你要抗議 你要找誰抗議 跑去總統府嗎 就是台灣人不知道 所以台灣傻傻的 被抗議總統府抗議 其實是錯誤的 如果我們去抗議的話 去跑去信義路 不要講這個好了 抗議要找對人抗議 我只能這麼講 像如果你要抗議 你要找誰抗議 跑去總統府嗎 每次抗議馬英九都跑去玩 有沒有 不理你沒有用 找誰抗議 講他的主人抗議 在台灣誰是他的主人 就是ART 找對人 要找對人 如果要抗議 覺得台灣很可憐 沒有民主自由 然後被壓迫又剝削 少年要貪22K 那有什麼人生的美景 不要說展望 一個美景也沒有 就探探都沒有了 去抗議的話 就應該去美國 那個信義路那邊 什麼極端那個 在台隨意抗議一下 馬英九就會緊張了 對 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的話 是美國的國內法 我們認為說法法法 都認為說 可能是我們 我們跟某個國家簽個什麼 合約條約 然後建立關係 然後我們怎樣怎樣 其實你去看台灣關係 好不好 很奇怪喔 它裡面只寫說 它經過美國國會 參議院跟中院的決議 然後就通過了 並沒有跟說 我們兩個簽個合約 你說要怎麼樣 我要說怎麼樣 自己撤好的時候 自己說成交 還是多少金額 還是多少數量 才會成立嘛 一個契約嘛 可是那個契約很奇怪 它竟然是寫 我要怎樣怎樣 都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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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用這個 用這個管管子 在管台灣 所以台灣關係法是 是怎樣 是美國的國內法 因為它只有自己的參眾議院 它有國會定的 是他們國內法 他們用國內法在管台灣 你們可以上AIT的網站 TripleW的AIT.com 那裡面的 Homepage的右上方 然後條約合款一按 裡面有台灣關係法的中文 中文版 那是美國AIT的 官網的中文版 你去讀 你就讀到這些東西 你會覺得很訝異 你會覺得很訝異 有哪裡 都不知道 台灣人要行 當然台灣關係法 對台灣人是不好 因為它主要是寫 在台灣的中國人的 保護他們的 保障他們的權利 因為一般的話 軍事占領的話 不需要買武器 裡面台灣關係法 就說 要買什麼武器 怎樣怎樣 要讓台灣買一些舊武器 好 來 我們是誰 現在說我們是誰了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剛剛講嘛 我們不是中國人 真的 我們不是中國人 用 我等一下用學統啦 用科學證據來講這些事情 那自己 思想讀書親一下 我們讀社會地理的時候 很少講台灣的部分 講得很少 都講中華民國36省 以我年紀 都什麼36省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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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什麼鐵路到哪裡 接什麼鐵路嘛 這都不用嘛 很奇怪 那大家是要做什麼 看不出來說 中華在台東的荷坎 加他面頂 對不對 那一火車也不知道啊 那我要去新港 我要去北港 新港北港是隔壁 那是晃晃不知道 忘記了 不知道嘛 啊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我這個講 我們台灣那的 台灣有兩大族 貧寶族跟高砂族 貧寶族 貧寶族 高砂族 高砂族是 像日治時代戶籍成本 他是寫生番 東半部的是寫熟番 我們有請生分之 就看到你 你的阿公阿嬤 祖贏的戶籍 戶籍 大政幾年 是明治幾年 他戶籍裡面 有寫種族 他有的寫熟 有的寫生 有的寫符 有寫劍 有寫劍 那廣 這些東西 嘉義的啦 像我住台中嘛 巴布莎啦 很多 最大族就是台南 希拉雅 拼捕族 高砂的 泰雅族啦 還有很多 這是以前台灣 像說有一個人 好像是 沈建德教授 他說 消失的貧寶族 台灣九族 我們講說 台灣九族 五號村九族 後來覺得不只 後來就有十多族 然後現在好像是二十多了 現在是二十多族 現在是二十多族 一般你注意看 你看 這麼多族 你是哪一族 有的根本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 我們的 台灣管理局 就是讓我們要忘記 我們是 是什麼人 我是誰 我是誰 馬卡道主 馬卡道主 古鄉 我們的參院院中院長 他就是馬卡道主的人 這是最新的 這是那個 蘭道史關的資料 好像 有達悟主 達悟就是那個蘭語的 馬卡道主 希拉雅 就是台南的 宏雅族 就是那個 塞尼 雲林那些人 台灣的 塞德克 有一個 那個 比較小一點的 他沒有寫 巴薩 不是巴薩 我看 田征有一個 保利物 有一個 有一個族 不滿一千人 他最有名 就是那個 那個是女巫 有白女巫 跟黑女巫 周族 還 不是 不是周族 不是 不是 那個人 人數很少 那個叫什麼族 我還沒記 三個字的 我那個 後來有把它編進來 他是人數是一千人 以下 最多的是 就剛剛講 最多的是 希拉雅族 有六十萬 資料是有六十萬的希拉雅的 屏補族的人 屏補的有三百多人 合作三百多人 鴿燒族好像是 三萬多還是什麼 因為你都生活在山上 人數不可能很多 主要是 四萬不能 因為 因為 安平 安平 開始 發展在荷蘭那裡 所以 最大的 最大的 是 西拉雅 我們都是這些來的 像說 日本 日本時代 日本人 日本記者 他有寫說 他們開始 使政的時候 台安的人口是多少 高沙族 高沙族多少人 平埔族多少人 平埔族多少人 內地人多少人 支那人 有多少人 然後到 過了二十年 三十年以後 他就寫到現在 的時候 那是說 平埔族好像有三百 三百多人 中國人 就支那人 有一萬多人 內地人 就是日本人 來台灣的內地人 有三十萬人 所以說 我們不是中國人 為什麼 在日據時代的 明治年代 中國人 只有一萬 好像我記得是一萬七千人 可是平埔族 熟番 他們日本人是把我們分熟番 熟番是三百多 所以我們是三百分之一 不可能 不可能我們是中國人 因為到時候 因為在馬關條 下關條有寫 你願意當中國人 的話 你不願當日本人 請你在兩年之內 尊重他的意願 志願 然後把他的土地財產 賣光光 回去他中國 如果你沒有離開 有意願留在台灣 著視為日本臣民 這是馬關條約 裡面寫的 你現在回 日本 開始管台灣以後 在明治八幾年的時候 他把那個 那個章子寫出來 中文很少 我們不是中國人 不是中國人 我們不是 是 那個 那是 高雄 高雄的 那個 謝翔群 他當選高雄市長說 就好像把那個 縱觀鐵路旁邊那條路 他們是馬卡道族的啦 給他一個馬卡道道路啦 那時候有個笑話 馬英九卡在什麼平教道上 那時候自己也不就 有人在那邊把它用這樣 就記住這條路 還有 除了馬卡道 以馬卡有名不足的 族民當大陸還有一個地方 也是很有名 就是 北部有一個 凱達格蘭有沒有 那就是一整個借收路 台北借收路 他把它改名 叫改做 阿扁也是改改叫做 凱達格蘭大道嘛 就兩條很有名 其實走過必有留痕跡 只是我們 我們不知道 有人就可以把它掩飾 對 剛剛講的是我們地理環境啊 歷史啦 我們可以看看 你這手腕這個有一個 一槓的嗎 你就是平埔族人 你就白鋪了 你就白鋪了 你彎彎看嘛 你會看到 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的話 你就是平埔族人 有的比較胖 或是不太胖 你看你的腳趾頭 腳趾頭最小 小拇指 他的指角會分叉 那就是平埔族的 對 的特徵 你如果 整個 旁邊的小拇指 那就是平埔族人 這是科學方式 你自己看一下 如果是 中國人 他38年過來 第一代 他媽媽還會 你看他的腳都沒筆齊 如果他有娶 台灣的女性 他可能就有機會 會筆齊啦 但是以這個來看的話 因為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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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可以分辨 你是什麼人 再來說我為何拿中華民國身份證 像我出席 我沒有身份 那國中的時候 莫名其他老師 就叫我請財政 那我 不明照理 我就用 用四十幾年 要五十年 那時候 三十幾年 十幾歲 簽的 發覺 有了民政委 我說 有道理 我爸爸媽媽是日本人 為什麼我變成中國人 我爸爸媽媽又沒有說 縣市效忠中華民國 是被強迫的 對吧 沒有經過他同意 沒有經過他同意 就好像說 這次最有名的殺人魔王 希特勒 德國說 希特勒這個人 我們不承認他 他不是我們國家的人 把他國舉去掉 可以嗎 不可以嗎 還說 他不是我們中國人 他是美國人 也不可以啊 同樣的 他家裡拿他們國家的身份證 所以說 這次要變更你的國籍 變更你的身分 可是又沒有經過我們父子輩 我們爸爸 或是我們阿公的同意 強迫的 不然你又沒有 那時候二二八嘛 白色恐怖嘛 就抓去台了 這樣 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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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一個 孫子 如果你是知識分子的話 除非說你入國民黨做黨員 不然你很難生存 我們為什麼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是強迫我們父子輩這樣 然後我們是在後裔子孫 然後我們是在後裔子孫 然後一直引用拿這個 只是他們 我們都不知道說其實我們不應該拿 像最近 民主長在第二次告美國 他有那些資料說他是強迫我們 變更國籍 同來沒經過我們同意 其實那個是非法的 變更國籍這個事情是 不成立 不成立的 國際法規定不成立 所以第二次告應該就是 就是百分之百會成功 會贏 美國人在的發言 宣佈說 中華民國國籍是非法的 我們取的這個是非法的 那時候我們台灣 就是變天的時候 快到了 快到了 在 在1952年的4月28那一天 就是舊金山合約生肖日 在生肖日的那一天 美國人也強迫日本 跟中華民國 我那時候美國還承認中華民國 因為他還沒斷交 說你要跟中華民國 簽一個 台北合約 台北合約第十條 就有寫 很難啊 我看這個我就很不想讀 為什麼知道嗎 就像我合約裡面寫什麼寫什麼 應該是寫清楚明瞭 可是台北合約寫很多 就本月 就本月而言 中華民國國民視為 跨座啦 然後什麼包括遺照怎樣怎樣 我看不見 視為後來 集 全屬台灣籍同仁之君為己後義 具有 中國國籍 台北合約是這樣寫 就視為 我們台灣人先有中華民國國籍 先看座而已 跟誰寫 日本人寫出來 因為日本用我們的 以前 我們日本世代嘛 國國來變中華民國嘛 說我們美國以前是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這個合約寫得很 很不清楚啦 其實就是在模糊而已啦 其實就是在模糊而已啦 然後他說 在日華 我們用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他的法源是寫說 日華條約 第十條寫 可是 日本人跟中華民國 當地的法源 如果是斷交的 來 如果斷交的話就沒有了 那個合約就不生效了 為什麼 我們再講回來了 我們沒有身份 然後拿到 我們拿到那個身份證明是日華條款 然後我們沒有國籍 我剛剛有講說 我們在美國地方委員 得到一個判決 就是說 台灣人不國籍 因為就在日華條約 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以後 其實斷交是很重要的事情 國跟國之間 我承認你 你承問我 我們是一個合約 我認為你就死亡了 你已經沒有中華民國死亡了 這合約自然就生效了 我們的國籍就消失了 這個我講回來說 台灣有什麼國籍 他講說 因為大日本帝國 現在的日本不是大日本帝國 我要講一下嗎 我講一下好了 因為麥克拉社 現在的日本憲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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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和平憲法 是麥克拉社給他修改過的 修改日本的憲法 因為他戰敗嘛 無條件嘛 對啊 藉口 日本的天皇的權力給他懸空 變成說把他的國事權力跑來內閣 就是人民身上 就是說人民選革元出來選國會 國會的多數黨選那個 作為那個就是 日本安邊境首相 國會的多數黨就是首相 首相執政 以前是日本天皇任命首相的 首相才是自己國家 現在是人民選首相 以前是天皇學首相 不一樣 有的國家是人民選 然後經過皇帝的認可 然後授權給他 他會回來管這邊的人民 有很多國體 不一樣 他就是說 他 變更國體 他們是民治憲法的國家 憲法就表示一個國家政體 像帝國制有一元制二元制 一元制說 皇帝說什麼就是什麼 所有的內閣大臣就是往這個方面去做 那就是二元制說 皇帝授權給你 然後首相拿去做 兩階 有義營制跟二元制 現在就變成好像是二元制 日本二元制 現在根本就 日本已經 沒有國事能力 日本天皇沒有國事能力 日本天皇沒有國事能力 那變成改為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取消了日本人 日本台灣人的國籍 因為日本台灣人的國籍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是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如果我們恢復國籍 我們是恢復大日本帝國國籍 不是恢復日本國籍 所以有的人說 那是誰 郝伯春說我們是皇民 因為當初在1945年的4月1號 他頒布憲法 明治憲法在台灣實施 他頒布用什麼頒布 他是用招數 奉地決定的頒布招數 我們就變為臣民 但是現在的日本人他不是 他是皇帝承認這個和平憲法 然後現在出生的日本人 就在和平憲法之下 變為日本的國民 他是兩階 我們是一階 我們是因為憲法 那個招數變成大日本帝國的人 現在日本人是兩階 他是憲法之下的人 人民 所以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成名 像我去去年去去年 我去年去日本的時候 我們去 有去敬拜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 它有一般人都在外殿祭拜 因為我看到真的是這樣 我們是日本臣民 日本人知道 在靖國神社裡面 他們那些 那些職事 把我們帶去旁邊 然後進入內殿祭拜 我看到靖國神社內殿的樣子 滿興趣 滿 滿那個的 這感覺也很不錯 其實大日本帝國 我們是大日本人國 的人 日本 現在日本人慢慢的了解到了 台灣人 台灣人講回來 台灣人沒有國籍 是因為 取消了台灣日本 台灣日本人的國籍 台灣人日本籍 對 我們出銷 就是和諧 就是我剛才說的 他們斷交 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的時候 就不承認了 我們國籍就不一樣了 是誰 誰要擴我們 我們變成無國籍 其實我們母國是日本 大日本帝國 他用和諧書 逛來中華民國 逛中華民國 跟他斷交去了 不承認中華民國 我們國籍就不一樣了 就這樣而已 一句話這樣而已 很簡單 我們現在就是 最近冤枉就是要把國籍找回來 所以台灣的國籍在哪裡 其實就是我們大日本敵國的國籍 要如何恢復 琉球市好像是在 佔領的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我最不記得 他 1945年 然後1945年 到1952年 然後做了好像七年以後 開始 那時候琉球是 是被佔領區 跟台灣現在的狀況是一樣 被佔領區 劉球人要去日本 他拿的是美國人 發給他一個旅行證件 他要去日本做行李 去探親 去衝啊 去圖 他不是拿日本護照 他是拿美國軍事政府發的那個 旅行證件 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是 我們前陣子有那個 Cannon 還是什麼 甲子園棒球 其實 聽說是美國人 發覺到說 劉球人 是太 劉球人 太 對日本 非常的盡忠 所以他的 他的學生去打 甲子園 他們是拿 他們的旅行證件 他們在甲子園的土地上 學生每個人都在他的 甲子園土地上 抓一把土地 給他頭回來 後來發覺他說 透露出來說 他們那個學生 是要把那一把土地 想要灑在他們的 琉球的 幫球場上面 所以說這個也是蠻 蠻轟動的 慢慢的美國人 覺醒到說 琉球人確實 有心要回去日本 才慢慢推動 琉球辦法模式 就表現出來 在第二次是 在那時候 他們 琉球在打的時候 美國打琉球的時候 琉球人是 打到一兵一組都 亡了 死了之後 沒辦法 那些婦女 沒有暫時的都制裁 有了致敬 有了跳崖 他的指揮官 是最後活的指揮官 然後 弄個電包說 是玉翠了 然後 然後就制裁 然後就切乎自殺 他說 美國人 對琉球人也是很尊敬的 這個消息 傳回到日本 他們也對琉球人 日本對琉球人非常的好 他們有敬忠 有效忠 好像說我效忠這個國家 國家 國家也要 保護人民 有權益 有義務 像我們 我們做兵是不對 不過我們會去跟 中國民做兵 中國 要照顧我 就說 我說我兒子比較大 要去做兵 我也會煩惱說 做兵不知道會死人 有 就以前我們跟政界說 那個女兒 沒有做兵 回到自己的女兒 那黑白抄 有時候常常都不見了 說因公殉職 為國家怎樣 好幾種女兒就去 就不回來了 那時候 如果說我的小孩去當兵 然後 因公殉職怎麼辦 國家應該養這個爸爸 要養我 因為他對國家效忠 他要 保護他的 他的人民 他為國家效忠 他就應該養我 這是相對論 相對的 就好像說 我們有扶兵 跟納稅的 有義務 所以我們也有什麼義務 有受教育 對吧 你做兵 你做兵怎麼會花錢 去那給我們吃飯 去那給他 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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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招 上課什麼 抓錢 我們怎麼出錢 沒有 既然我們都是義務的 那我們全力在哪裡 就算很簡單的 我們 我們的孩子是不是 受國民義務交易 是義務的 那我們為什麼要 賺錢 義務交易嘛 要賺錢 對不對 這是全力義務嘛 周邊一樣 我們都是被洗腦的一方 我們被洗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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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際上有兩個方式 有 屬地主義跟個人主義 屬地主義 屬地主義說我在這裡出生的 我就是這邊的人 美國人就是屬地 歐美的比較多的都是屬地主義 你在這邊出生 你就有資格 你在美國出生 你就有資格 可以申請美國公民嘛 你有美國護照嘛 自然就會擁有 個人主義 屬人主義說我爸爸媽媽是什麼人 我生下來就是什麼人 那就是東方世界 像日本 中國 我都是屬人主義 我爸爸媽媽生下來 我爸爸媽媽如果是日本人 他生下來就是日本人 他完全沒有什麼機會當美國人 真的 但是這個有好處有壞處 但是我比較認可是屬地主義的人 因為屬地主義齁 我如果說 當然我出生在這邊 那是OK嘛 沒有問題 如果說我是移民的人齁 屬地主義跟屬人主義就有差 差別非常大 如果我是移民美國 我思想裡面是屬人主義啊 我去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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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賺錢 我賺錢去賺 回歸 回歸故土 對不對 賺錢 全國都拿回來 拿回來 拿回來自己故鄉 去樓房 對不對 我們做狗 以前我們做狗 就是去南眸 那時候南眸就是 那時候我們去做外勞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請外勞 以前 我們父子輩 我們阿公那時候 他們是做外勞 然後回來蓋那個 那房子 那就是西洋 南洋風的那個房子 所以說 就回 我想回來 蜀人主義就是說 他有可能說 在那邊 他有可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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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變更國籍 但是他賺的錢 還是會拿回來 絕部分 絕大部分都會拿回來 而且這樣的話 他在 雖然是住在這邊 他的心沒有在 這個國家 他還是回到 想要回到 戊土 像那個唐人街 很髒亂 建設比較 厚厚一些 因為這是 主人族 固有的 根深蒂固的思想 他說 要 落葉歸根 他就不會 建設那邊的土地 他就要那個環境 這相對的啦 啊 屬人 屬地的話說 我就就是出現我一隻的人的時候 我就 我就 我就會 想要儘量 融入這個社會 融入這塊土地 就有這兩個差別 我剛剛講說 有當三公 沒有當三公 這幾個很多 有人聽過 這是那個 老爺的政策 清朝就是 要過來 關台灣的時候 就有一個官員是說 清朝本人是說 不想管台灣 有個官員說 出主意是說 管台灣 要花很多的 能力物力什麼的 那個 有個官員就出主意說 我們只要把 把那個台灣 搖 現男性過去 不要讓他在那邊 落地生根 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年代 那個當下 有正成功嘛 剛歸順不過 如果讓那些人在那邊 落地生根 帶小兒子過去那邊 他就要茁壯 增加人口 可能會反清復明 所以那個都是 他們就退回 死海裡外 殘住了 就是什麼 那個 那個什麼 那什麼政策 為什麼不記得 來台灣的人 就又不能沒有台灣 他就是 只限男性過去 所以有當三公 沒有當三公 當初就說 交通 不發達 有水高 水家削老 如果海向不穩定 就容易 一山板船 很危險 很危險 一般的話 如果要削老 你沒辦法 你一定要下那個 季節 季節你知道嗎 像我們要看那個 什麼什麼 我們 漢克斯 去一個海島 然後他要 逃出這個海島 逃不出去 後來就是那個 季節風向改變了 然後他就做一個風塘 他風向 就可以把它帶出來 有沒有 後來他真的跑出來 喔 原來風 翻船就是要看這個 那這種翻船很進步 改變一下風 台灣跟這邊的風向 一定是要下那個季節 過來比較安全 你也沒下那個季節過來 很危險 因為那個 那些技術 還沒有那麼像 歐美那個 他們那個帝國主義運 沒有那麼好 我們那些年代 沒有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 一個山板 一個這樣 竹子 然後弄那個 帆布這樣 他有沒有那個 三角形 很足足 複防的觀念 現在大陸 現在中國 他們的船 也是這樣喔 他們的山板 也是這樣而已 你去看就知道 他們的船 是不適合遠洋的啦 講回來 因為 因為中國人 他們是 陸泉國家 他自始以來 都是陸泉國家 不是海泉國家 他們重視 內陸 內泉 他們不重視海泉 我就這樣啦 有人就是 才來台灣就是 不能帶家眷嘛 就一個人嘛 對吧 就像我離鄉背景嘛 離鄉背景 怎麼找不到老闆 是怎樣 人生地不熟 在玉鄉嘛 搞到最後變怎樣 變客家 其實這個就是乞丐嘛 你看 這個就是乞丐 你看 玉山男女 他是乞丐 不像我們電台 還是我們電視台 眼神說 喔 當山過台灣 這樣去造型 賺多少錢 那是很少的 那是騙女的 那很少 因為那時候都是貧捕族人啊 貧捕人是母系社會 母系社會就是 那個奧桑 或是那個太太 或是那個小姐 去牽那個女孩 不錯 把他牽回來 做牽手 但是他的財產 他的家 他的肚子 是女人的 不是男人的 你知道意思嗎 你表現得不好 你就幫你思考了 就把你東西等到家裡 你就要走路了 那是那種 貧捕族的母系社會 是這樣子的喔 是因為我們被夯化 慢慢的又變成 貧系社會 像這樣 那你貧捕族的女孩子 看這樣 我會嫁給他嗎 不會 會被牽回來 做牽手嗎 這不會啦 其實我們的血統 其實我們都才是拼不住的 你知道 有 有 如果是女孩子 看這個 我哪有可能 路邊的小孩子 很髒 那是誰誰敢要 因為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 沒有錢 說得太痛 沒有錢 什麼都沒有 一般人想說 你女婦今天要嫁這種 你怎麼叫他嫁 也不可能 其實我們是 以 平靜的心態去講喔 這是外來移民的 一般沒有很好的 經濟基礎 這就是 可能有人知道牡丹色事件 其實牡丹色事件 在那個 在歷史學家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件事情 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是證明說 對 就是 輕帝國的人 並沒有 在榜僚以下 擁有那些的土地 管轄權 完全沒有 表示說 他沒有建立台灣的主權 輕帝國 並沒有 建立台灣的主權 沒有建立台灣的主權 沒有建立台灣的 統一的主權 是在日本皇帝建議的 我就講解一下 在1874年的時候 有個琉球 日本的琉球人 50幾個 我記得是50幾個 然後他因為海難 然後就漂流到 牡丹社他們的區域 他就是我們高燒族 他們的區域範圍 願意不通 發生了衝突 他想我就海難 日本人說我就海難 那來這裡跟他講話 他就把他抬 殺殺殺 好像殺了剩12個人 然後就是討啊討啊討啊 就遇到一個貧捕族的 比較有 就遇到熟番 他上岸就遇到生番 我這樣講得快 上岸就遇到生番 生番 你侵入我的 就會給你出炒 你侵入我固有領地啊 那說幾波你聽話 就給你抬了 他說這個 然後轉轉回到日本 日本知道這件事情很生氣 我的人民發生的海難 不僅沒有照顧我的人民還殺我的人民 然後就行了公文 質疑親帝國公 你這樣的話就有點國際事件 你在怎麼交代 你在親帝國怎麼交代 那個是畫外之地不屬我管轄 你去看哪個有牠嗎 你去看一下 這個有種很多很多的地點 我能不會到妳去看 那你回來還 depie 那你去看哪個有的 我去看哪個有的 那你去看哪個有的 沒的 還有一天 那你去看哪個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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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那我要攻打那些族人 你沒有意見嘛 說對呀 習天尊便 親帝國說 那不是我的人 你要怎麼樣 你知道你開心啦 然後日本人就 從上岸 牡丹社就 發生牡丹社就是 就是打牡丹社的那些生班啦 但是 但是打是 戰爭的時候 日本人也有死傷啦 死是無貴的啦 其實病死的倒是很多啦 那個數據好像是 死了幾個 我給大家再想一下 這個事件 就看出來說 中國人承認說他並沒有擁有台灣 全部的台灣 如果 一般國際話講齁 如果你要建立一個主權齁就是 所有這塊土地的人民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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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掛掛的地方也掛掉 我們想說 我沒有我的房子 結果我連價票也賣掉 價票也會開來抗議嘛 意思是一樣啊 好早啦 因為那時候他們是部落 是部落 因為日本人也是聰明 他有去研究那個國際法 有請那個美國的一個參試 那個美國人在當初在菲律賓內 在美國有那個原住民嘛 印第安人啊 他們有那個經驗就是說 他們不是一個國家 因為他們都是部落 部落的話可以用的方式 這是用征服 用健健的方式給它研究 讓他們都歸順你 好 日本人也是用這個方式 然後就開始打 打那個高燒的 在等下就是這樣來有沒有 一直研 從北部一直打 打到南部 也打了十年 然後那個賽德哥 做到最後那個什麼 末末舞蹈是不是 說到最後是 也要去日本參加什麼國會什麼 有沒有 聽他們的話嘛 那有日本學校有沒有 他們唱個國歌 奉令 然後那個 聽他們 日本警察嘛 管家嘛 日本 日本都是聽一個人指揮嘛 這是日本天王嘛 所以說就建立了台灣的統一 建立第一次建立台灣的主權 這很要緊 牡丹寺的事件 就是 證明清帝國 並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這很要緊 這個是 一般的話我們大清 大清都會從外 好像是 這是 一般的人民的天性 像我們現在 會 什麼日風 韓風 哈美風 還是說 我有在美國時間 有沒有 那就是美軍來 古文潭來台灣啊 有沒有 美國時期都是大師的嘛 就是 我們就會 會 喜歡興起的東西 會重揚媚外 但是這個 在明清 欸 我講一下好了 明朝的鄭成功 他 據說他是日本人 他的媽媽 你知道嗎 鄭 鄭什麼 鄭之龍 鄭龍是 他取得好像是 日本人 鄭之龍他是海盜 是海盜 他有一個 他有部隊是 有那個 黑種人 他跟荷蘭人啊 都有作戰 有經驗 他有收 他有收集 傭兵部隊啊 外籍軍團啊 你知道嗎 欸 有人知道 欸都不知道啊 其實對 鄭成功講講 對 對反清不明 他們那些儒家 是講這很好 因為大家有反清不明 可是如果對台灣來講 你們知道嗎 在那個大甲 那 台中的大渡山 有個部落很大 有個大渡王 鄭成功 鄭成功來的時候 去大甲 插著劍 水就噴出來 沉雪 哇 那個傳說啊 他就那邊登陸 然後那邊有班人嘛 其實鄭國雄是把人 那些人全部都殺光 都把他殺光 都把他殺光 所以日本人 所以日本人 發動什麼什麼 塞葛特趴來 那些電影的那些情節 其實在 在歷史上他們也知道 鄭成功上來 就是殺掉大 大都西山上那些藩人 然後在那邊駐紮 這個都有預期根據 所以人類喔 有時候也是很喜歡好戰的 台灣人齁 是平補足啦 當初我剛剛講說 他有很多的方式說 管理台灣不用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齁 他在台灣的這個內地齁 稅金給人Q很重耶 Q很重耶 好像是中國的稅制的十倍 我記得是十倍 我的印象是 double to double 很多 但是齁 他有個方式就是說 有個優惠 你只要怎樣 改他們的信 用他們的族譜 稅金就減半了 都一直減下來 可以減下來 他幹嘛 他就要給你漢化 他就是漢化 漢化是好是壞喔 很難講啦 因為 你可能看國家啦 像日本人 在管台灣的時候 在 在管到最後 在尾期的時候 他有 台灣人也有改姓名喔 改日本姓名 你知道嗎 像我辦身份證喔 好像一個阿嬤 他姓劉還什麼 我忘記了 他名字叫艾子 艾子以後 他在那個 在日記時代那個 不是光幕 剛 38年的時候 他那個愛子名字在上面記事欄裡面寫 變成有什麼華 他就又把姓改回來了 他的日本名字把它改掉了 那個就是有 也是黃明化 那就黃明化 所以一般的黃明化還是漢化還是什麼都化 對我 這是我個人看法 其實都是我們就是變成說要歸順他們的管轄 就像那個日本的北海道的那個艾奴族 以前北海道不是 北海道的北海道王 並沒有說一開始就是日本人管的 是日本人去給他黃明化 然後給他們教語言 給他風俗習慣 然後保護他們 允許他們一些福利 然後慢慢的他們就會講日本話 然後最後歸順日本人 變為日本人 像現在真的是這樣喔 其實他們 他們你看北海道人喔 他皮膚喔 平白啊 脂肪很好 他都大邊的圓臉 很像愛斯基摩人 很像愛斯基摩人 跟那個什麼一樣 其實他們的血統是比較接近愛斯基摩那個血統 所以說我們是什麼人 其實我們就 我們就要回歸說 從我們的血統血源還有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那些弄回來 就慢慢有點概念 好 再來就是黃明化 黃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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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明化很不好啦 可是你不想到說 日本在短短五十幾年 然後把台灣縱關鐵路啦 縱關路啦 水庫啦 哈哈 你做得了 做得很好 有時候是很 他們日本人是比較 做得事情 唱真 我爸爸說 日本人真的很怕 然後 sur 走 走 逛 逛 東 Pix ash 海 線 廣東 那以現在的我們講 有人封炸了 趕快去把家裡的黃金還是美金還是值錢都拿出來 再拿去 可是在日本時代那個空襲的時候 他們出去趕快回來 那個錢都會還在 事業那個治安真的很好 是真的很好 像我那個 我那個老師有時候就 他是外省級的 他是第一代的 那時候我還蠻年輕的 他講一個事情 我那時候沒有什麼感覺 現在就有感覺了 他說 台灣人真的很善良 也很很生氣的 他說 那個在那公車站牌 在等公車 結果他看到奇怪 怎麼會有一個行李還是東西 就放在旁邊 蛋排旁邊 那桃圈圈圈 簡單去拿個樹枝 畫個圈圈 他行李放在那邊 他在那邊那個行李都沒有人去拿 過了五至十分鐘回來 就一個我不知道上什麼的 然後就去城市內籍 然後去方便去 放在那邊 都沒有人去拿那個東西 都沒有人去拿那個東西 不會拿他的行李 很守規矩 我們台灣以前是這樣的 現在不會了 不要幫你唱 你如果有錢 不要幫你唱就好了 好 自己躺在那裡 煞就走嘛 對吧 戰爭 戰爭 有時候也很常顧了 但是有時候也會做一些的變化 很像說 河南人來台灣的時候 他戰敗 他離開的時候 走了 啊 軟功夫 還有一些 過程 communities 發生過程 有沒有什麼 你叫做 台灣人 黃糖 百氓 沒有什麼 台灣人 就有荷蘭的血統 曾氏王朝也是喔 曾氏王朝當他們的政經 投降那個滿清帝國 滿清大清帝國的時候 他們就把全部 全部把除了他們的 在台灣基地的人民 男男女女 包含包含包含他們的那個什麼 那個墳墓都挖起來 挖起來又回到中國福建 然後他的頭就跑去北京 據說他們給他規定的地方 算軟禁了 正式王朝 因為齁 因為親帝國怕說 他把人民留在這邊 把這些反軍人留在這邊 他又會再延伸 然後發展勢力 所以把那些人整個搬 甚至也不要讓他回到掃墓 所以我們台灣人求金 就是看到台外國要求金 其實是錯誤的 人家是要整個離開去 去那個中國 回到中國 是不得已的 然後他們就做海禁 然後居住地方要退離海史裡 以那時候清帝國的海史裡 的距離 才可以住人 大清帝國 大日本人有戰敗的時候有沒有回去 也是有 那時候好像二十幾萬人 然後硬是規定說 他好像只能帶一千塊啊 還多少我忘記了 一千來三千 強迫他們 像強迫是不太人道啦 也不太 不太給他們一個 那個時間啊 像說我剛剛講說 馬關條約 相關條約有寫說 兩年之內讓你把財產賣光 我離開 我的外界嘛 不要當日本人 因為台灣那個隔浪 可是大日本帝國的子民 內地人嘛 日本人他要離開的時候 打樹以後就離開 根本就沒那麼考慮 所以很多人要住家的嘛 不只是就那些接收人員 拿了日產 堂場的啦 什麼什麼樹校舍啦 宿舍啦 一邊民家齁 一邊平板 現在其實也有 有收縮 日本人跟他很好 日本人我自己處理 因為太 太衝觸了 沒有兩個人讓人家思考 時間 其實那樣是不對的 不符合戰爭法 不符合戰爭法 大概就是中華民國啦 你很壯的 好문才在這裡 但你很壯的 我真的要不夠 非常的大 交來的 其實會塗黑的齁 大概就是有兩個藍 種族藍跟那個 那個那個藍不知道什麼 我知道鄉民的 那就是123 種族藍我 種族藍就是 他不要讓知 不要讓你知道你種族是什麼 我呃好我講一下好了 他種族有很多種啦 如果你是中國人 他會寫 汁 還是寫漢 如果你是日本人 他會寫內 內地人 我在網路上看到那個 八田漁里的那個戶籍藍本 那個駕在那個台南那個 那什麼駿那裡 那個有人 網路把他打出來 他那個種族是寫內 內地人 中華民國的內地人是中國 我們內地人是哪裡 其實我們是日本 還有 還有寫熟番 寫聖番 還有寫福建 福跟一個廣 大部分都是福跟廣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後來去查 後來去查資料是說 然後背後是說 如果你是熟番 就寫熟 但是你已經忘了族語 你只會滿南國 就是福建話 還是你會說客家話 但是你的族語 不會講了 那就寫福 或者是寫廣 所以說福跟廣 其實還是平埔族 是熟番 是熟番 你不是說 我是夏福 我福建人 我是中國人 錯了 你是熟番裡面 忘記族語了 你們知道嗎 你可能有的不知道啦 再去上網去查資料 查到最後 你就知道原來是這樣 像那個 那個什麼 好像這一欄 有一欄是寫說 你有白膏喔 女孩子有沒有白膏 有沒有吸食鴉片 還有一欄是 好像在這裡 他 日本是寫一二三 一就是你是日本人 或者是你是 有受過教育 然後你 你訴訟良好的 他會寫一 寫一的話 那這欄是給警察看的 一的話就是 他一年會來看你 覆護婦給你看 官署來看你一遍 一年一遍 寫三的人就是 訴訟不良 訴訟不良 有犯罪紀錄啦 還是說 言行很不好的啦 都這麼敢訴的 他每個月都會來看你 警察每個月都會來看你 你不是一也不是三的人 就填二 半年來看你一次 所以以前的覆護婦塔 日本警察一天一天都在選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日本人 日本說 警察大人 他們是在 這樣做得起 他們做得起 所以他們看 這有解釋 這個法務 這是說 手法 日治時代的手法 民法 不是法定的原住民 所謂法定是中華民國的法 法的法定 當然我們看日日時代 是看日本人的法 中華民國的法 要來管前朝的日本人法是不合理的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是扭曲了 他想要把這個事實掩蓋才會這樣 不是法定原住民怎樣怎樣 有沒有 他就是知道你是首帆 不過我是中國人 結果你爸爸你阿公的富士臣不是說 你才首帆兩位你就會傻 我是原住民喔 我喜歡 好來 有啊 首帆同事什麼義指評補足 你都有 因為齁 我有在網路上看到一篇那個 一個 Youtube有個那個 說我們的血液流子是評補足 然後他就有寫說 那個荷蘭人來台灣 他定是看到台灣的評補足的是什麼情況 他們使愛而而平很平順 也不會吵鬧 然後他們很早就受到 那些的那個 基督教教育還是什麼的 荷蘭人有來什麼的都有來 覺得都有 他都有對台灣留下很多的 很多的那個記載 也講陸港很多的路 用陸港陸皮交易嘛 有寫很多 用陸港陸皮交易嘛 有寫很多 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看我們說 他們自台有六招 寫完 寫完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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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沒有錢嘛 沒有錢就不會變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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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麼高怪了 不得不得變得 來寫完一塊 這是那個北港的 北港的 北港一個什麼 有這個咧 這真的喔 有人不知道 有年輕人不知道啦 希望有一塊啦 希望有一塊 希望有一塊的意思就是 你自己都變成了 這就是救星山河會講的啦 他有權利儲值 佔領區人民的 財產 他有權利儲值 他有權利儲值 佔領區人民的 所以昨天我會有權利儲值 我會不會答應 他還會把自己 快點 快點 我們要求軍 給他 那這说 他是象徵的人 七月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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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改曹換代 好 我講一下 改曹換代有三個表徵嘛 一定要做的嘛 第一個是你的旗子會換嘛 你的國歌會換的 還有什麼要換 壁紙要換嘛 對啊 你說大清帝國的壁紙 有在 再來中華民國用嗎 沒辦法用嘛 一定是換嘛 我們其實我們是改曹換代啦 我們會有新的壁紙喔 壁紙喔 壁紙要幾比幾 現在新的壁紙要換幾比幾 不知道 我不知道 確定是美國軍事支援府決定 但是 但是應該會 會那麼 一定是比它更高的嘛 錢會比較大嘛 錢會補嘛 你真的四萬塊 我又貼貼貼貼的 理主加大大大 現在也四十萬去了 聽說是要四十萬塊一塊啦 啊如果 如果你在台灣人 你就夠好 兌換的那個費率嘛 啊所以說你一定要清新的賬 真顧 不是顧台灣是顧你的錢啦 換新的賬 顧你的錢 顧你的財產 你要趕緊請新聞証 因為這項新聞証不影響你中華民國那項ROC的 車連牌的新聞証不影響任何的 的福利啦 等到那天我們執政了 你趕快這項身份證物拿出來用 OK 記得 大地主變小地主 就是 375減租工地放林 這是有政治意涵 他就是要自己製台 一般齁 像說最有名的就是 林家花園有沒有 霧峰林家有沒有 他們是大地主 你知道他們穿的當工多少 聽說是百貨的 當工是百貨 請當工百貨的 不包含那個 電龍你知道嗎 他跟當工百貨的 當工很嚴重 我想說一般形容 一般共有誰 用一個軍團 一個自治的武力 所以說拼了山水 還是 捐到甪水 他們自己都會 武裝起來 他還怕因為台灣的歷史 台灣的那個 的鄉土的那個什麼 那本錢我用不去 他有講說 漳州和泉州卸鬥有沒有 拼禪水通途有沒有 他們都會有那個什麼政法 然後就有八家這樣什麼那些的 都會出來 那什麼什麼政 有了盾牌的 我用不去 內門很有名嘛 那是什麼 我用不去 對 宋江鎮 那個其實是真的是可以拿來那個 沙桑有沙桑的 那就是 就是 與鄉啊 村啊 做一個智慧武力的 他也做 做那個 防禦 他也自己武裝 就像說那個 鐵膏造成的菜都沒有拿出來 其實很 其實台灣的 平母組他們那個 起來的時候也很厲害 所以說 他把大地圖變小地圖 主要是說 他沒辦法蓄那麼多的 那麼電容 還有那麼多的 長工 表示說他勢力就 減弱 他反抗力量就很少 就是說 如果是你 好的人 有地圖有殘的 自己變成這些 那地圖就沒有殘地 那就 375點 主委的 減到錢主 沒有 沒有那個殘的 還是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他還可以 他會 他會 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他會感激這個政府 當局 會感激台灣當局 所以他在製台 他才來 擺設統布 你多說的 會不會就沒有他 很多 很多 像最有免是那個 阮先生 他的女兒 阮小姐 他是報社的社長 你們可能不知道 那算了 來 所以說很多的人 都因為知識分子 就是一直殺 一直殺 一直殺 你是異議分子 就殺 到最後就是 你如果打過桌子都抬 還會清鄉 這排公司 還有其實 進行都有清鄉 把整個鄉下 打桌子 還是 頭人 有看法有資金的人 都抬 那就是跟人說 我們都是中國人 把我們的敵國意識 轉換 我有一次問一個醫生 我好笑 我們八年抗戰 是啊 是啊 好 我們戰贏了 說他們都對就對了 好 我們很 我們打得 打得很辛苦 好 都一直幫我們訪測 我們的台灣 台灣走到這樣 總統都走一半去 你也說對就對了 大家好 他算是美國人 炸我們 也位於一些進行 他想想 好像不對喔 後來想想 是美國人炸我們的 教科術是教我們八年抗戰 像我問我小孩 他還認為是 日本人 衝炸台灣 不是美國人 我們被人家怎麼樣 我們是日本人啦 日本人要炸日本人 自己 炸自己的土材 自己的土材 自己的土材 自己的土材不只一坑 像那些小姐講的 土有兩個洞 吃民主選舉 我們自己的民主國家 補充電視都也是這樣說 但是 國北黨給我們 民主的表徵有好幾個 有選舉、罷免,創制、副決 對吧 你有創制副決 過嗎 有嗎 沒有 好像開始質疑了 我們不是民主自由國家 連這基本的 這是好像 有罷免 可是好像 沒有成功勒 奇怪 你問有 這個東西好像都 蒙不到 那個天上的月亮 很漂亮的小孩把它摘下來 摘不到 摘得怎麼沒有勒 罷免 罷免公投 門檻那麼高 有可能嗎 那你是自和民主國家嗎 你說我民主 我有選舉 說沒關係 我有選舉啊 我有選舉 OK 那我問你一句話 請 Erica育ulture 請大家 請大家花豆一票 導點出過來 請大家銀行月天護ommal 請國家煉 elect霉 Pray 請家有籠昨天的競公 請星三嫚取三嫚取三嫚取86 Epic ノ 你有賣齁沒有很好啦 有賣也不用講出來啦 親生一票 國族一票 像十五百塊 鄉親啊 你想看看怎麼這樣 那是假的 你如果說沒有珍惜 你沒有珍惜你的選票 你能多少給你買 你也要買他 像我媽媽 也會說 啊 天啊 你選什麼人 有兩個人來給我們買 那是我們做小生意嘛 不會得罪人 你就要選這個 那時候我們把個小孩 人數眾多 然後就說 還給我們配票 說要選這個人 你知道也蠻有趣的啦 但是我在想說 奇怪 老師說都不可以買票 為什麼大人在做這種事情 對吧 其實我們沒有 我們在我們內心深處 並沒有真正民主啦 沒有生殖在我們心中啦 那都用賣的那什麼啦 對吧 我跟開玩笑說 有那個政客有沒有 選舉一兩天 那政客的狗都是狗 那狗都是狗 那狗都是狗 狗都是狗 你知道意思嗎 你知道嗎 對啊 那什麼意思 他都出來多年了 明天要選了嘛 對啦 那村長還是理長就 好啦 不要整次了 講回來好了 所以說他用假選舉給你們騙 你選其實也選中華民國的好選人 中華民國的好選人 都會動選選舉 那是中華民國嘛 我早上不跟你說過了 台灣是台灣中國 是中國我們分開 我們就不容易啦 我們就是參與中華民國的選舉嘛 我們就是參與中華民國的選舉嘛 我們會選過中華民國的總統 有啊 我們會選過台灣的總統 沒有啊 台灣會選過台灣的總統 台灣會選過台灣的總統 沒有啊 所以說為什麼要重返聯合國喔 台灣為什麼要重返聯合國喔 我重返聯合國 這個是台灣的總統 他是認真國家的 是魯閾 現在是然後 來做中國保 cash 追求過 台灣 of the people 我這是天朝 外來都是飯 外來都是飯 而且飯是不好的嗎 番石柳 把辣 番茄 番薯 對嗎 有人說番薯會說 辣椒嘛 不是蚵仔 番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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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薯嘛 番薯嘛 他們不好 番薯嗎 番薯不好 這些東西不好 怎麼中工人家說番薯 很鄙視他們嘛 啊他們的心態 王賭之下都是我的 對吧 他們是天朝嘛 我現在 我這次開玩笑啦 講張簽初始虛誼嘛 張生初始虛誼嘛 你們聽過以前的史記啊什麼 我們讀書 還是什麼 司馬籤還是什麼的齁 初始虛誼嘛齁 像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讀書歷史都什麼樣的嘛 還是說宋朝基羅不正嘛對不對齁 那時候我就想說 欸 什麼叫做 初始虛誼 欸 中國歷史齁很厲害 什麼叫初始虛誼 齁 國武 初始虛誼 怎樣怎樣嘛 所有初始虛誼就是侵略啦 你們知道嗎 你們可能沒有聽過 沒有想到啦 沒有想到啦 所以初始虛誼就是侵略啦 其實那是侵略啦 侵略那些藩人啦 然後 然後 然後怎麼樣 然後這些藩人就會 藩人就會 喔 成虎嘛齁 喔 會併過 對啦 欸 要擴張領土嘛 要擴張領土 欸 中國人是會這樣 武力侵略人家 等下說台灣是他 固有領土 如果這句話可以通的話 那越南以前也是安南省 你知道嗎 有人 有人知道嗎 越南以前也 有一個時間的期間也是 被 中國那邊有統治過 欸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越南也是他的喔 自古以來是他的喔 自古以來是他的 那就是說 他也有權利去 去去去去虐他囉 是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這個 這個 這以天朝的思維在做這個事情 別人都是藩的話齁 都會產生那個啦 阿這個芋子啦 阿這個就是本土 這是我 這是那個嘛 芋頭的啦 阿其實芋頭是 其實我都要 阿其實 其實你只要想想 嗯 我不是本土的 漢子才是外來的 阿哈哈 阿老阿 就有時候在作罵 作罵他們嘛 他們是老阿 老阿 阿他們講說他們是老農民嘛 他們是老農民嘛 對啊 喔 好啊 阿咧 今天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齁 咦 就到此為止 阿明天早上 我們再從這邊繼續好了 好 謝謝您